哈喽,大家好,下个星期五,也就是2月12号,就是中国的春节了。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中国的春节吧。 在今天的视频里,你可以了解一个关于春节的传说。 中国人喜欢在春节的时候吃的几种特别的食物。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习俗。 每年春节的日期都不是固定的,因为中国人是按照农历的1月1号来确定新年的时间的。 所以呢,我们也把春节叫做农历新年。 新年的2月12号是中国的春节。 2月11号的晚上,也就是大年夜。 我们中国人会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。 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。 现在的春节是一个快乐的日子。 但是,在很久很久以前,春节可不是这样的。 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有关春节的传说吧。 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个怪兽,名字叫年。 年非常凶猛。 它有着锋利的牙齿和巨大的爪子。 人们都非常害怕年。 每到春节的夜晚,这个可怕的怪兽就会到村子里吃人,连动物也不会放过。 后来,有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告诉人们。 年害怕三样东西。 巨大的声音,火和红色。 第二年,年再次来到村庄,人们决定和年斗争。 人们击鼓,放鞭炮,发出巨大的响声。 每个人都穿上红色的衣服。 怪兽吓得逃跑了,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从那时候起,人们开始庆祝春节,而不是害怕春节了。 这就是有关中国年的传说了。 你可以在视频的下面找到这个故事的英文翻译。 在中国,每一年,我们都会用一种动物来代表它。 今年2021年,是牛年。 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十二生肖。 关于十二生肖呢,之前我做过一个视频。 如果有兴趣的话,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 在那个视频里,你也可以了解到你的生肖在2021年的运势。 如今的春节,人们都会从世界各地回家和家人聚在一起。 除夕夜的年夜饭,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丰盛的食物。 有些食物有特别的意义,你们知道吗? 比如说饺子。 饺子的外形像元宝,有发财的意思。 有的时候,人们还会把硬币包在饺子里。 吃到硬币的那个人,一整年都会有好运气。 还有年糕,因为年糕的发音和年年糕是一样的。 吃年糕呢,也代表年年糕,也就是说一年比一年更好,一年比一年更高的意思。 上海人新年第一天的早上,有吃汤圆的习俗。 因为汤圆是圆的,所以呢,有圆满的意思。 春节的时候,鱼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物。 因为在中国,有一个成语叫年年有余。 年年有余的意思就是每一年都有富裕。 这是一个美好的期许。 年年有余里的鱼和鱼的发音是一样的。 所以,春节的时候吃鱼,代表每年都有富裕的意思。 中国人过春节,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习俗呢? 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。 放鞭炮。 贴春帘。 给孩子发红包。 这是对孩子美好的祝福。 中国人认为红色代表好运。 长辈给孩子发红包,是希望孩子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平平安安,并且有好的运气。 所以,红包在中国有另外一个名字,叫压岁钱。 在除夕夜,中国人还会做一件事情,看春节联欢晚会。 这不是一个习俗,而是一种习惯。 春节联欢晚会呢,是从1983年开始播放的。 之后的每一年,他都会陪伴中国人度过除夕之夜。 今年的春节,因为疫情的关系,很遗憾我不能回到中国过节。 我相信有很多生活在海外的华人,跟我都是一样的情况。 所以,今年的新年愿望呢,我就是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过去,大家的生活都可以恢复正常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,并且能从中学到新的词汇。 在这里,先祝大家新年快乐,恭喜发财。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